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全国两会前夕 我们视频连线了全国人大代表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夏豆腐 夏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网友大家好 夏院长 我知道您在进演播室之前给我们准备了一个短片 咱们先来和网友分享一下 好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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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经营主体稳定预期提振信心的呢 好了 主持人 提振市场信心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关键所在 法治具有顾根本稳预期 立场远的重要作用 司法在稳定预期提振信心方面 必须有所作为 这方面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严惩侵犯产权犯罪 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 对不构成犯罪的民营企业负责人 依法宣告无罪 坚持善意文明司法 利用物联网加执行 饭水养鱼等柔性的执行方式 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努力让企业家敢闯敢杠 安心经营 二是依法维护 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严厉打击 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 加强反垄断和反不震荡竞争司法 审接外卖平台强制二选一案等典型案件 三是依法营造规方有序的融资环境 审接原油宝系列全国第一案等一批典型案件 在全国首次批量使用代表人诉讼 审理证券虚假陈述案 依法维护资本市场秩序 严格规制变相高息行为 推动解决民营企业融资狼融资贵问题 在全国率先开展套路带及虚假诉讼 专项整治 研发全国首个套路带智能预警系统 对民间借贷等八类案件 强化甄别防范 推动民间融资环境持续改善 事实 在全国率先四线 企业破产处置 辅原联动机制 省四线商机全覆盖 审接破产案件1.4万件 释放沉淀资产1万多亿元 磅活土地返厂1.9亿平方米 972家企业经从整获得新生 这些年在优良的营商环境支撑下 江苏创新活力非常充沛 全国有15.1%的领跑技术分布在江苏 我们知道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新驱动的刚需 请问下一长 江苏法院是如何为经济主体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的呢 好的 主持人 今年来 我们始终坚持 保护知识产权 就是保护创新 在全国率先实施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事发保护 一审审计知识产权案件10.7万件 加大请权审害赔偿力度 对298件案件 使用惩罚性赔偿 最高 判赔偿赔2亿元 创设知识产权审计执法 司法协助机制 成立南京都市圈知识产权保护联盟 增强保护合力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 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一度调查中 江苏得分全国第一 省街华为公司与康问胜公司专利权案 等一批在全国具有标杠意义的案件 保护重大发明成果和技术创新 筑起攻坚卡脖子难题 出台服务数字经济发展 14项措施 设立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调研基地 审理全国首例 恶意干扰北斗收缩排序结果的 万次罢评案 依法打击网络黑灰产业 江苏两项创新举措 或凭知识产权强估建设首批点心案例 两个案例 如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点心案例 下一条 我们都知道信用市市场经济的基石 在促进诚信建设方面 咱们江苏法院有哪些好做法呢 好的主持人 市场经济首先是信用经济 信用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 这些年江苏法院立足职能 强化守法守信行为的保护 加大对违约实行行为的制裁 积极维护诚新守信的市场交易秩序 完善企业信用治理 联合省法改委等部门 建立破产重整企业信用修复机制 开展企业信用修复软企行动 为4.8万家实行企业修复信用 开展与个人破产制度功能相当的改革试点 严格区分实行与金融风险 为64名诚信的创业实力者 提供东商再起的机会 完善实行被执行人信息共享 与联合惩戒机制 让严重实行被执行人 移除失信 处处受限 63.9万人迫于信用惩戒的压力 主动履行乃义务 在开场短片中 我注意到江苏法院始终坚持 暗暗都是营商环境工作理念 可以说每一个案件都是 法院优化营商环境的事件时 请问夏院长 咱们是如何提升民商市审判滞效 让经营主体对公平正义更加可感可处的呢 好的 主持人 我们持续加强 民商市审判专业化建设 优化调整 江苏高院民商市审判类似机构的职能 按照案件的类型 来形成专业化的民事审判格据 各中院 各基层院 也都相应地推进民商市审判职能机构的优化 全省法院逐步形成了定位科学 职能明确运行高效的审判组织体系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下 我们先后设立了南京苏州 无锡徐州知识产权法庭 南京苏州破产法庭 苏州无锡国际商市法庭和苏州劳动法庭 不单提升民商市审判专业化水平 我们持续完善法律统一实用机制 罗斯内案强制检缩报告制度 建立典型案例发布机制 善先内案检缩系统 实现内案的智能推送 有利促进内案同胖 不当增强司法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57个案例 如选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和公报案例 居全国首位 我们持续深化诉讼程序改革 积极运用反减风流 小额蔬材 减一程序 来高效地化解民商市纠纷 2021年以来 民商市案件 平均省理运势减少11.4天 执行案件 平均运势减少30.4天 我们持续深化 家门口时的诉讼服务 精心打造 全流程诉讼服务智慧平台 2021年以来 跨域尼兰6700余件 网上尼兰118万件 线上开庭44.7万件 网上调解64万件 我们持续打造 菜单式多元解分体系 汇通20多家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 行业协会 建立30多项数条对接机制 引入12000多名调解员 提供评估 调解 仲裁 诉讼 一条龙的诉讼服务 2021年2月 建树高院与省工商联 共同推进 商会上市条件 将 行内人所理 与法律人所法相结合 商业规则 与法律规范 相结合 民间智慧 与专业力量相结合 高效化解 各类39分 八千余界 法治化营商环境 只有更好 没有最好 作为经济强省的江苏 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上 我们希望江苏法院 在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上 再多出经验 多出成绩 在这里 感谢江苏法院 所做的探索和实践 好的 谢谢下院长 接受我们的视频连线 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 再见 好 感谢主持人 感谢各位网友 一直以来 对我们江苏法院工作的 关注 关心 和支持 再见 感谢